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我们的糖尿病有六个病发症 三个是微血管病发症 三个是大血管病发症 大血管病发症分别是中风 心脏病和周边血管病变 而微血管病发症最主要是神病 神经线和糖尿眼 糖尿神也是长期高血糖素引致的病发症之一 香港糖尿病的数据 基本上糖尿病和神病 已经是在洗神中生症 爬到头部变成第一 譬如说糖尿神初期的时候 如果你不去炎小病 不去抽血炎神功能 大部分病人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病一路路加深 最终会如何? 在神功能完全送失的时候 病人迫着要用洗神的方式维持生命 糖尿病的神病除了影响神之外 其实也增加了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而往往这些 它本身也都会引致病人的生活质素 大幅下降 也会影响传户脱 传统的确说的 小病多谱 就是一个蛋白疗的迹象 但你不要忘记 小病多谱 我们这些小病多谱 在哪里? 在厕所水里 如果厕所水有很多窒息 很骚髒的 其实一样可以多谱 这根本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 其实如果一个糖尿病人 有长期的医护监管的话 他其实每一年零半都应该燃蛋白疗 应该都是一段时间 每加一段时间 一年前后是要燃神功能的 我们通常抽血的指标是基光酸 当基光酸超越了正常范围 就代表神功能变差了 不过现在基光酸 其实是要神去到第六成前后 才过了正常范围 所以当你发现基光酸比正常高的时候 其实你的loss 失去大约是40%左右的神功能 现在我们用另一个方式 就是用基光酸 经过一些算式的计算 可以估算病人的神功能 大约有百分之几多 比如当神功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们称之为正常 那么 stage 2 第二阶段 60-90% 5 就差不多 基本上要洗神 就是15年以下 其实无论预防糖尿症也好 初期的医治糖尿症也好 其实都离不开 就好好地控制血压 血糖和蛋白疗 尤其在血压和血糖控制的数据 是最充分的 大部分是糖尿病人 第一组药用的药 一定是双瓜类抹药 这是基础药物 譬如它已经有神病的迹象 或者有蛋白疗 SCOT 盈抑制剂 将会在病毒方面之外 一定会应用 这种原来对神体的保护作用 譬如我们所说的 新的GLP1 它有些早期的讯号 是显示有机会 是有对神的保护作用的 例如在两三年计刑中 看到神变差的速度是慢了 也看到蛋白疗是少了 但是暂时没有针对性的研究 这种药物对体重的控制是特别有效的 对抗双喉血糖也特别有效的 因为就算你用胰盗素去控制双喉血糖 每天吃三餐 每次要打一次胰盗素 其实可以确实药是极度不方便的 很多血糖一好了 体重会上升 这种药不止它令到体重不上升 反而下降 也有很多糖尿病是肥胖的 肥胖的人士是容易出现糖尿病神病 糖尿病神病 最终可能引致洗神 但这个比例有多高 其实有很多因素影响 例如你的肾功能开始变差 有蛋白疗 那肥胖的人士是肥胖病神病 但你控制得很容易 成绩都没有去到洗神的位置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小钟 请订阅我们的 Smashwords kump Web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